请阿奇教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 非常抱歉 刚才因为这个信号的问题 我们中断了刚才那个问题 然后您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 在这个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您和身边的朋友采取了哪一些 就是防护的这些措施呢 就是有一些矛盾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觉得 这个比较严重 比较危险的一个事情 有一部分的人觉得没什么问题 没这么大 所以你看了在这里在罗马 基本上没有人带口罩 只是亚洲韩国中国和日本的旅客 来这里只有他们自己带这个口罩 其他人觉得没什么大的问题 而且是因为我们是在罗马 罗马是意大利的南部 现在其实如果你在米兰 基本上就是感觉到比较危险一点 所以有这种的矛盾 刚才我们也注意到了 有认识的人过来找您的时候 你们现在都您是已经比较习惯 去告诉身边的朋友 去遵守这一些多洗击手 会提醒他们的这些 对对对对 这一件事就不能我说 不能我说 要保持助力 所以这个有一点点的小的情怀的变化 但是还没有感受到 而且我没有注意到在生活中 大家去意大利的坝里面喝咖啡 人和人之间都会很近是吧 这都是一些问题 包括在米兰在威尼斯 这个我比较担心 我觉得一部分的人真的低估这个风险 就疫情传播了这个风险 对 我们真的要跟中国多多学习 就是刚刚不一定在武汉或者湖北 就是看中国这一个月 你最近一个月 在上海、北京、深圳 基本上生活有什么变化 然后我们现在看了 中国其实开始得到很好的结果 生病人有来有来少 所以我们要 现在意大利有这种的好处 我们中国学习 中国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跟中国学习 来参用同一个政策 或者相关的政策 因为社会当然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知道 在上海、北京一个月 根本人没有出门 没有去咖啡厅 没有去酒吧 在这里做到 在中国也那 因为中国也很热情的一个国家 是玩玩 但是 中国人做到 中国人做得好 真的中国有这种的那个 我觉得社会的 他们很明白了 现在可以实现一个月的时间 为了长期的未来 我们也应该怎样做的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 感受就做不够 政府也做不够 因为政府的全部的有一个矛盾 一天早上说 危险 晚上是没这么大的危险 所以老百姓肯定 我明白也开始不太相信政府 怎么不相信政府 真的把握这个问题 这个是有一些举措的 实质上可能是的确是有一些 事情上的比较难度 然后我们对接下来在可能 刚才说了一些生活上的东西 我们现在接下来说 可能宏观一点的问题 我就用意大利语提问了 然后因为加吉教授 也是经济方面的专家 我就让他给大家解读一下 就是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 大家刚才也听到 我刚才报的一个数据 已经冷气病例超过了3000例 然后死亡在意大利 死亡人数 超过了100例 这个持续的影响 应该是会比较长久 其实对于英语提供的 中国的东西 对加吉兰对于 政府提供的 即典里也行重迅的 3大 French 不想使用 另外 Petriche 我们来周边的 第一个问 请你个人的重迷 意大谐 由是金字兽的 现在感情 非常好 非常严重 对现在感情 在日子,也计划指出的改革,也计划指出的改革,也计划指出的大量, 我计划指出的影响应该是2.000, 所以我们期待到2020年,在2010年, 在2010年,在2010年,下降到2%的领域, 而在0,0%的领域, Cian Aci,教授刚才介绍一下, 他认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对意大利经济的影响是非常的严重的 比之前预期的 包括比现在一些官方机构预期的 还要严重 他个人的预计是 意大利的GDP在2020年数据 尤其是受到新冠费影响之后 可能会有2%的下降 会低2% 这是他个人的一个预估 因此这就是数据 所以这就是数据 亦的货币 铁销 亦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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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止购货币 亦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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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先生说 您能说 不光是 包括意大利进口,包括意大利进出口两方面都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它可能需要一些比如说从中国进口来的原材料 不光是意大利要出口中国的这些东西 包括它这个进口对它整个生产环境都有一些的影响 旅游这肯定是意大利经济非常大的一大支柱 就是这个月,2月份,3月份,我们估计会跌了30% 30%到40%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因为这是意大利经济的支柱 对,在我们GDP的旅游行业将GDP的10%到15% 所以你自己来计算,如果我们跌了一年10%、20% 这个都有GDP的1% 就一个行业,又有行业,会让所有的意大利的经济跌了1% 然后其他的行业加了另外一个1% 一共100% 很严重 这个是所有的移民词 请安西教授刚才给大家用中文直接介绍了一下他认为的这个同样的影响 而且他认为这只是一个 这只是开始 因为大家也看到这个新冠疫情 肺炎疫情在意大利爆发 也就是从2月20号到现在 这个短短的这些天的时间内 就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么比较严重的影响 因为你知不知道的旅館你不可能会重新出汇 因为你知不知道的旅館 你认为旅館这边没有办法去弄这个减联击 因为你的飇行程度和车连在家里是不正宜的 所以如果有充滿住的旅行, 就不能重新的旅行, 因為沒有空間, 不像工廠, 可以改善了能力, 在旅行的活動, 在旅行中, 所以沒有可能會回到第二次的旅行。 他認為, 隨著這個年初就遭遇了這個新冠肺炎的疫情, 他在旅遊, 包括他在跟有關的航空之類的行業 受到的影響, 並不是像那些生產業之類的, 他可能比如說在下半年增加一些產能, 增加這個產量, 能夠去彌補一下上半年造成這個損失, 像遊客他上半年這個數字的下降, 並不能夠在下半年突然通, 可能可以有一些刺激的措施, 刺激率, 但是怎麼樣去把這個損失彌補過來, 是基本上實現不了的。 實現不了, 但是在意大利還是很美的地方, 您去看看這位, 所以我們一起歡迎中國, 直到的亞洲的網友過來, 所以我們也會希望在外國, 在外國, 我們也會想像中間一樣。 這就是大部分一大點的期待, 因為大部分一大點的期待, 因為大部分一大點是保持一個比較樂觀的形態。 是的,是的 我非常非常感激,我们必须超越这种状态 就像是在其他国际上,在其他国际上 我们不懂得如何反应, 也会发生了一种状态 也会发生了一种状态 但这种状态的状态 这种状态的状态 而是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的状态 这种状态的状态 我们希望能够解决一下 可以说,刚才邀请我们介绍 不是说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 应该是突如其来的 就对意大利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 他就认为说 对于意大利国家的可能 形象是在短期内会有 现在希望 同观一点的问题 我就用意大利 就是在今年的发展 也包括 之前已经是 这一个停课的举措呢 对于我们介绍的 是说这一次 新冠肺炎疫情 应该是突如其来的 就对意大利 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 他就认为说 对于这个 大大的 要求怎么要过来 我们真的希望 可以两个月 真的可以 就是像中国一样 这也是一个 大部分意大利人的期待 因为大部分意大利人 都还是保持 一个比较乐观的形态 所以说 对于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就像是在其他地方 在开始 没有人知道 怎么回应该 有些人的感觉 也有些人的感觉 也有些人的感觉 但是这些感觉 是真的 在真正的感觉 而不是在真正的感觉 而是这些 我们希望说 这些事情 我们希望解释得 最好 即使 可以说刚才杰拉基教终跟我们介绍的是说 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应该是突如其来的 就对意大利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 他就认为说对于意大利国家的可能形象 是在短期内会有一些这样影响 但是他不觉得这是对于国家本身的一个 他希望这不会是一个 大家对于意大利这个国家本身的一个 会造成对他负面的这样一些看法 因为意大利还是一个非常美的国家 他也希望意大利可能是说官方机构在可能面临 我们现在开始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数字 有这么持续的一些增长 去应对这采取这一系列的应对举措 可能也会有那么一些不尽人意的一些地方 但是毕竟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是我们现在全都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敌人 所以说我们不管是意大利正反 意大利民间也好 都希望能够去尽早的去度过这样一个艰难的时期 所以我一个问题是在国际的国际 在国际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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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上 我们也说到国际上的国际上的国际上的国际上 我们现在的国际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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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问她的问题 不好意思忘了给网友翻译了 就是说她对于今年是中国一代近年五周年 我们也注意到了今年会是有中意文化旅游年这样非常大的活动 但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就是现在很多活动都推迟了 但是其他问题 它是对于我们中意的之间的交往 就是在今年的发展市场 还是保持着一个乐观的心态 因为她认为去年中立两国政府间签署的关于一带一路的协议 它不仅仅是关于生意上的 关于经济合作上的 更是关于文化领域 是希望两个国家的民心进一步的相通 两个国家的人民进一步促进的了解 在我们可能互相学习 把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的时期度过之后 我们又会有更多这样一些合作的机会 不管是经济也好 文化领域也好 而且意大利的政要在关键的时刻 都用意大利总统去参考了华人区的学校 去表达了对于中国社区的这样一个 在疫情的时期告诉大家 要团结一致 团结意大利境内所有的 不管是中国人也好 意大利也好 面临的是一个共同的困难 好的 非常感谢杰安提教授对我们做的介绍 但是中国社区的小赛在米兰呢 我觉得国际天还会参加 有闻都市和国际米兰的 你要去看? 我不能去看 你不能去看 因为观众不允许去看 因为有新的政策 而且你知道这个有点奇怪 因为新的政策就是 建议人要保持两米的距离 然后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去